成为这个比赛当中呢 一些条例已经写入了规则当中 应该说呢 珠海国际赛车场 现场的所有的比赛呢 都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说其实 范珠三角超级赛车节 春季赛的所有赛事进行完毕了 现在现场进行的官方 最后一个程序 就是现在 迷你亚洲挑战赛的颁奖仪式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华人车手 利涅娜 他在这场比赛里面 获得了第三名 同时 做出了一个全场的最快圈速 昨天的最快圈速呢 是日本车手春田 做出的1分53秒7 今天 辽娜做出的时间呢 是1分54秒1 然后获得第二名呢 是日本车手春田信博 一位非常谦虚的车手 是的 至于获得冠军呢 我们再次强调一下 就是今天 刚好是过生日的 李万奇先生 好 接下来马上开始 今天的颁奖仪式 为冀军颁奖的 是比赛的主办方 深通集团的CEO 赖志豪先生 赖志豪先生呢 去年其实也有在 范畜三角超级赛车队的秋季赛里面 参加了当时的 mini challenge的表演赛 哦 原来是珠海国际赛车场的总经理 陈信中先生 首先是为冠军颁奖 为冠军李万奇颁奖 这个奖杯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制的奖杯 是由这个珠宝商 通用一种非常复杂的 类似做首饰的这样一种工艺 来进行这个制造 它的颜色是那种渐变色的颜色 非常漂亮的奖杯 那天我看了 我都想 能送个给我也不错 因为这是我见过的 最有品味的一个奖杯 不啊 你可以参赛啊 行 没问题 从现在开始 海宁大哥已经开始招商了啊 你给点赞助啊 为亚军颁奖的是 GeoMe的社长 森夏社先生 为其军班长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 比赛的主办方 申通集团的CEO 赖志豪先生 赖志豪先生呢 为了把mini challenge 引入到中国 可以说是 花费了相当多的功夫 现在他也看着 自己的理想呢 一步步达成了 好 接下来 颁奖嘉宾和车手 一起合影留念 再次恭喜 李万琪获得了冠军 那么也非常开心的看到呢 迷你亚洲挑战赛的 季前赛能够成功的举办 也为正式的赛季的 比赛的举行呢 开了一个好投 同时 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泛珠三角超级 我当时都是 我当时都没有 最终的行销 就好了 您谢谢 开来 阿姨 明镜 我 感谢观看